《思乡》是唐诗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虽然处在青山绿水之间 但是那个脑子已经飞回老家了 《唐诗》里的山水 已经第一步第二集 从来迟于思故渊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时期 全唐诗一共收录了近五万首诗歌作品 这里面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家名片 也有不那么熟悉的诗人诗作 每一首诗歌的背后 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他们有各自的悲欢离合 有不同的生活境遇 他们以诗研制 以诗舒怀 在作品中折射纷纭之时代 和冷暖之世界 诗人不是玩人 比如唐朝诗人杜沈炎和宋知问 他们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但他们用诗歌沉淀了 他们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 在他们的山水诗中 表达了幻游的感慨和浓浓的思乡情绪 他们的生命境遇映射在他们的山水作品中 了解他们的人生 阅读他们的作品 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怎样的复杂情感内涵 又能感悟到他们作品中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诗里的山水》 《唐诗里的山水》 我在读唐诗的时候 发现有的诗人 虽然处在青山绿水之间 但是那个脑子 已经飞回老家了 心心念念想着自己的家乡 那么在唐朝时期 都有哪些诗探大咖是属于这种现象呢 我就给大家来讲两个 首先我想给大家请出来的第一个诗探大咖 叫杜沈炎 杜沈炎是杜甫的爷爷 杜甫我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大诗人 你讲杜沈炎了 你讲半天 念杜甫干嘛 因为很多人对杜沈炎有点陌生 说起来杜甫引刀杜沈炎 你会觉得杜甫能给杜沈炎带来很多荣光 其实根本不需要 人家杜沈炎本身就是个大诗人 是个大文学家 如果您翻开中国文学史 特别是唐朝历史这一段 您会发现一个名词叫文章四有 这四个人分别是杜沈炎 崔荣 李乔 李乔 苏卫道 杜沈炎是个大诗人 有才 有一回啊 杜沈炎被贬为吉兜四户参军 武则天把他从贬帝招回来 想任用他 就问这个杜沈炎 爱卿 能够充分朝中 高兴吗 杜沈炎守我足导的 高兴 高兴 很高兴 谢谢陛下 爱卿 既然高兴 你就给朕写一首欢喜诗如何 你看着是和颜悦色在聊天 这就等于下圣旨了呀 杜沈炎灵直 辉豪写了一首欢喜诗 武则天一看 写得非常棒 于是就任命他为著作狼 但遗憾的是什么呢 这首欢喜诗 没有留存下来 他有一首 贺近陵路程早春游望 却留存下来了 而且还流传成了经典 题目中的近陵路程 不知道是谁 陆程写的这首诗 不知道去哪了 都找不着了 不可考证了 唯独杜沈炎这首作品 《贺诗》流传到了今天 诗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独有患游人 偏近武后心 云霞出海蜀 梅柳杜江春 书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瓶 忽闻歌谷调 龟丝欲沾金 这是一首唱贺诗 有唱有贺 金陵路程 那首诗 先出为唱诗 这首诗 是贺诗 若杜沈炎在贺诗里边 凯探自己 患游江南的感慨 和私家的情绪 初春时节 我们的作者 杜沈炎 随着自己的好朋友 金陵路程 一起出去游玩 金陵是哪儿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唐州市 看着眼前的美景 作者思绪连篇 想到了自己的故乡 在眼前看美景 就好好看呗 不行 古人有一个传统 王灿在登楼覆中说 虽信美而非无吐息 外边再好不是我的家呀 越看外边的美景 越思念自己的那个家乡 寄鸟练就临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呀 一般情况是 用乐景写爱情 越看着眼前美景高兴 心里边越是孤独 越是悲哀 仔细品味一下 其中还有作者的牢骚在 上来作者说了两句 独有患游人 天经无后心 说明自己的身份 患游人 什么是患游人呢 在外地做官的人 古人挺有意思的 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京城去做官 叫患游 当了官之后 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做官 还叫患游 杜沈延到了江南 看着眼前的美景 总是和自己心中的互相 进行对比呀 他看到的什么呢 两年 云霞出海蜀 眉流渡江春 梳起催黄鸟 晴光转绿平 太阳就好像刚从水中生腾起一样 刚出狱一般 照映着满天的云霞 百花烂麦 到处都是一片清脆 再仔细听 舒气催黄鸟 黄黎也正在卖弄歌喉 再唱着优美动听的歌 再看水中 竟然浮起了平草 作者所看到的每一处景致 都和自己的家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都不一样 你看着作者是欣赏眼前的美景 不对 心里边想的就是自己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什么样子了 我啥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啊 想的是这个呀 文人经常用这个平草 在水面上荡漾的那种姿态 来形容自己 漂泊江湖 那种漂灵感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杜沈炎既然那么想家 回家呗 为什么在外边待着呀 在外面漂泊什么呢 杜沈炎也想回家 也想回京城当国 但是他做不到啊 《唐才子传》中说这个人 文才很好 结果是 士才傲物 不是看不起这个 就是看不起那个 和他并成文章四有的人 苏伟道 以天官侍郎的身份 主持 当时的官员考核工作 这一年呢 杜沈炎也参加考核了 考核的过程中 考试一项 叫判辞 给你个案子 写出来你对这个案子的评判 要文理俱美 也是分上中下三等 杜沈炎交了卷子之后出来 一出考场 哈哈大笑 大家都懵了 你笑什么呀 我笑什么 苏伟道必死 苏伟道这回死定了 这刚才还好好的呢 得什么疾病了 怎么出来一会就死定了 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看了我的判辞 必当羞死 他看着他写的判辞好 看了我的判辞之后 他才知道 跟我呀 没法比 狂不狂 你说这话要传到 苏伟道耳朵里边 能给他打及格啊 没办法 人家就是这么自信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 他被贬 急流似乎参军 我们就说是这回事 杜沈炎 被贬急流似乎参军 结果到了急流之后 没多长时间呢 惹了事了 老仗着自己有才 还是老毛病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没有一个人能聊得来的 所有的同事 下班都不跟他一块走 他也不觉得孤独 他也不觉得无聊 但是有人觉得他无聊 谁呢 司马周济中 司户郭若那 这俩人一嘀咕 这人太讨厌了 按个罪名 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 于是就给杜沈炎 罗这个罪名 就扔监狱里边去了 杜沈炎的儿子杜病 他看爸爸老受别人欺负 尤其是周济中 跟司户郭若呢 还把爸爸扔到监狱里边去了 让爸爸遭受了牢狱之灾 他要来给爸爸报仇 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匕首 就直接插到了周济中的心口上 那肯定不好受啊 大家一看惊呆了 大庭广众之下 竟敢刺杀司马大人 当场被乱刃砍死 但是周济中也活不了了呀 杜沈炎 因为儿子给他报仇 没人再干扰他了 赶紧从监狱里边放出来吧 放了杜沈炎 可是杜沈炎把儿子都给搭上了 他也没有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秉性 说话 还是不管不顾 张开嘴就是得罪人啊 不会聊天 有一回杜沈炎生病了 他的好朋友 宋之问 五平一 俩人到床前探视 来看看老朋友 啥时候能好啊 过来问候一下 结果没想到 杜沈炎躺在病榻之上 又把宋之问跟五平一给得罪了 咋得罪的 宋之问 跟五平一过来探视的时候就问 老友啊 身体怎么样啊 啥时候能干起来 我们一块还比赛写诗歌 行不行 杜沈炎说什么呀 哎呀 不行了 不行了 我现在发愁啊 哦 你发愁什么呀 我发愁什么呀 我活着的时候吧 我的尸根水平比你们俩高 一直压着你们俩 这现在我马上要断气了 我要死了 我也看不出来你们俩谁能接我的班啊 你们俩的水平还是不行啊 这俩人气的 我来看你 你不说感谢就行了 你如此的出语伤人 你看看 杜沈炎这就是一句话把他个撩死了 所以他很不招人待见 杜沈炎虽然文采斐然 但杜沈炎世财傲物 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人生悲剧 诗人的性格 经历和作品 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杂揉在一起 忽闻歌谷调 归丝欲沾金 诗歌里的意境 作者人生的境遇 也让千年以后的我们 不由得百感交集 而另一个唐朝诗人宋之问 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山水诗歌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感悟呢 被杜沈炎看不起的宋之问 也有类似杜沈炎一样的贬折经历 深处江南美景 却也有满满的相关之丝 我们都知道 宋之问和沈全七两个人 并称沈颂 这俩人在晋体式的发展方面 那是卓有建树的 能被写进文学史 没几个赖的 宋之问便是如此 那么宋之问的诗歌水平 诗歌才能 我们经常能从典故里 从文献里面能看着 我给大家讲一个 香山富士夺锦袍 武则天当了女皇之后 就把洛阳改名为神都 经常带着大臣们 到这个地方来办公 洛阳附近有一处名圣 叫龙门 这个地方景色非常好 所以他经常带领大臣 到这个地方来游玩 那我们又知道 武则天这个人 也是个诗人 他擅长写诗歌 我们印象中他有一首 腊日宣昭姓上院 就是在寒冬腊月 要让百花开放 你看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人家就这么下圣旨了 这是他的圣旨 既显霸气 又显财气 一个喜欢写诗的人 带领一帮喜欢写诗的大臣 走到哪里 只要看到景色不错 都会让大家来写诗纪念 这回带领群臣来到龙门 你看景色非常好 武则天下令了 大家都来写诗啊 歌颂龙门景色 为了让大家写好 有奖品 奖励什么 锦袍一领 可能歌清朝就相当于黄马画了吧 你要写好了 能得到 不仅证明自己的诗歌水平 它也是一种荣耀啊 所以大臣们 摩拳擦掌 要在女皇面前 展露一二 都想得到这个奖品 谁先写好了呢 着实东方求 按照制定的规则 谁先写好给谁 武则天就把这领锦袍 赐给了东方求 东方求很高兴 披在身上 回到自己的凳子上 做好 还没等他做稳当呢 凳子还没暖热呢 宋志问交卷 女皇拿着一看 漂亮 文理俱美 形式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比东方求写的还要好 然后让大臣们传阅 大臣们也觉得 这个锦袍应该讲给宋志问 但是制定规则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谁先写好给谁呀 人家东方求先写好 你不能毁约呀 这可怎么办呢 大臣们也不好意思说 陛下 你要不再讲一件 你讲两件 两人都有 多高兴啊 皇帝说话是金口欲言 不能说话不算话的 说讲一件就讲一件 更没有人敢说 陛下 您让那个东方求 把那个锦袍还给您 您在第二次颁奖 颁给宋志问 也没人敢说这个话 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 就见女皇武则天 站起身来 走到东方求的跟前 从他身上扯下那领锦袍 又来到宋志问的跟前 爱卿来 这是你的 东方求都蒙了 大臣们也傻了 女皇任性啊 还得这么玩 我觉得 女皇做得对 咱不能因为你写得快 质量不行 就给你一件奖品 那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 大家随便凑合两句 交上去领奖品不就行了吗 还得以质量来取胜啊 所以 武则天就非常喜欢宋志问的诗歌 喜欢宋志问的才情 您注意 是喜欢宋志问的才情和他的诗歌 可不是这个人 能在武则天召开的诗歌比赛中拔得头筹 享受到富师夺袍的待遇 这对任何一个文人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誉 这也证明了宋志问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他在山水师登月王台中说 将上月王台登高望几回 这是以诗舒怀 委婉地表达思乡之情 此时的他已被再次贬折他乡 那么宋志问究竟因何被贬 他在山水师登月王台中 是如何妙用典故的 这又体现出了他怎样的思归之情呢 宋志问多次向女皇提出来 想调动一下工作 想当个大官 都被女皇给拒绝了 为啥 他有齿疾 据说有口臭 那想当官怎么办呢 宋志问就想了个办法 没负武则天的男虫张义芝 就因为这个事很多人看不起他 因为张义芝跟武则天的特殊关系 如果张义芝愿意帮他的忙 哪一天在武则天身边 每言两句说不定就能成功 可是还没等到成功呢 竟然出事了 神龙元年正月 武则天生病 没办法理政 申局简出 张仲之等人就带兵 把张义芝 张昌宗这俩人给干掉了 实际上用意是啥 逼迫武则天还政礼堂 本来是人家老李的天下 你改了户主的名字了 你改成老武家的了 现在该还了 在这种情况下 武则天颇于无奈 才让自己的儿子 李贤 登了皇帝位 那就是后来的唐中族 中宗继位之后 马上对当年和张义芝那些没来眼去的人 采取措施 一杆子收拾了 那这宋志文就倒了没了呀 他跟张义芝 他哪是没来眼去呀 那关系铁了 对他 下手狠一点 圆边广东 龙州 就是今天的广东罗定县 那个地方不是挺好的吗 文化发达 经济发达 去那里多好啊 您得知道 时代不同 今天 广东 那是经济发达 文化发达 可是那个时候是啥样子 谁都不愿意去呀 仗气横行 文化还没有开发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的 毕竟是被贬的 不是让他去享福的 那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那你到那儿 还想过上好日子 哪日子过得 难着呢 心理纠结 身体 也是受着折磨呀 那么现在想想 即便当年生活条件差 这个地方 环境还是应该不错的吧 宋志问在自己的诗歌里边 有没有体现出来 这个地方环境好呢 还真有一首 灯 月王台 江上月王台 灯高望几回 南明天外河 北户 日边开 帝师烟长起 山情雨伴来 东华采炉菊 下国摘扬梅 鸡肋 鱼帆望 人非假一财 归心不可见 白发 众 相摧 写了这么一首诗 我们的作者 宋志问 登上月王台 尽可能 向北望 他要看哪儿 洛阳 长安 这是一种 思乡的表现 其实 坐着 所在这个地理位置 说真的 现在想来 还是很不错的 多余 气候湿润 特使于人类生存 但是 您别忘了 宋志问是从京城来的 那个地方可没有京城的灯红酒绿 那个繁华呀 他心中想的 依旧是京城的繁华世界 他想回到自己的故乡 回到京城长安 东都洛阳 在这首诗里边 作者还给我们用了两个典故 这两个典故用的好 第一个 于藩 于藩是三国时期 五国人 这个人有本事 一天能走三百里 但是这个人也有个毛病 生性耿直 说话老得罪人 特别是在喝两口酒 那说话更是不过脑子啊 孙权刚当上吴王的时候 自然他要当入个酒摊 感谢那些大臣 帮自己 那么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孙权呢 就需要站起来 一个一个敬酒 已是对大家的尊重 敬着敬着 来到了于藩的面前 于藩原来是跟着孙权的哥哥干的 那是个前辈 自然也在场啊 本事又那么大 结果敬到于藩面前 于藩太不给面子了 假装喝醉了 趴在地上死活不起来 不管你怎么叫 不管你谁掺 我就趴在地上 我不起来 喝不了了 孙权一看 既然喝不了了 那行了 那就别练战了 我也别在那里耽误时间了 往下继续进行吧 端着酒杯过去了 结果刚过去 于藩咕噜 坐起来了 他没罪 你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 你耍我玩呢 把酒杯往那里搁 把宝剑就要杀了个于藩 亏得被大四农流击给抱住了 哎呦 吴王不敢不敢不敢 你喝醉酒了 你可不敢杀于藩呢 您的特点是什么 能够容忍闲人啊 能够包容闲人啊 于藩就是诈罪 没喝您这杯酒 您就要杀他 这可让您名声受损啊 为了您的名声 不敢杀不敢杀 就这 孙权才放下宝剑 饶了于藩一条命 有一回 孙权和张昭在讨论神仙问题 于藩用手指着张昭就说 你们这些人啊 简直就是行尸走肉 世界哪有什么神仙呢 你看这指的是张昭 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 说给孙权听的 孙权听了扎心的 你都不能换个地方再说 这么多人你打我脸干嘛呀 他也不给我面子了 气死我了 你又欺负我 又这么指桑马怀 让我下不来台 这回我不饶你了 贬到焦中 第二个案例说谁呢 甲仪 甲仪是汉文帝时期 著名的臣子 洛阳人 人们经常叫他贾生 21岁的时候 被汉文帝 征召为博士 他也是这个博士堆里边 最年轻的 每次论辩 表现最为突突 论辩机警 见解深刻 深得汉文帝的喜欢 汉文帝那一高兴 封赏吧 一年时间里边 就封赏他为太中大夫 21岁啊 年纪轻轻 这么大的光 少年得志 从此之后 甲仪更是对汉文帝 忠心耿耿 为他出谋划策 而且每出的策 都是有可行性的 汉文帝更加喜欢了 就想再次重用甲仪 提拔甲仪 结果没想到 这回出现障碍了 将侯周伯等人反对 不能再提拔了 一个小伙子 时间这么短 升锅这么快 那怎么能行呢 我们这干一辈子了 才当到这么个锅 不可以 汉文帝难道还怕 将侯周伯等几个人吗 还真让您猜对了 周伯等人在平定 忠履之乱中啊 那是功臣 如果没有这件事 汉文帝就登不上皇帝位 所以汉文帝就非常感激 这几个老臣 他们反对 自己也就别硬着头皮来了 怎么办 把甲仪 变为长沙王太傅 在长沙待了三年 又把甲仪招到京城 晚上 汉文帝和甲仪 彻夜长谈 聊的主题 也是鬼神 一个说得仔细 一个听得认真 听着听着 汉文帝那个身子 慢慢慢慢往前倾 就坐到了席子的前端 说明对甲仪说的这番话呀 认同 喜欢 聊完之后 封甲仪为 梁怀王太傅 改封了 不做长沙王太傅了 梁怀王 那是汉文帝的小儿子 封他做自己的小儿子的太傅 可见对甲仪是多么气愚 32岁那一年 随梁怀王进京树直 结果这个梁怀王 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 摔死了 甲仪啊 惊慌失措 他就一直觉得 梁怀王从马上摔下来 是我没有尽到职责 我是他老师啊 一直心里惭愧 一直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心里压力越来越大 慢慢就抑郁了 最后是 郁郁而终 松志文把这两个人 请进市里边 拉进市里边来 来做他的助言嘉宾 目的是什么呢 两个 第一 说明自己有才能 就像于帆一样 就像甲仪一样 第二个 他俩不该贬 我也不该被贬 但毕竟被贬了 因为这两个原因 再加上对广东水土不服 宋志文 光想回来 老觉得在这待着 是人生的折磨 其实他想回来 就是对京城文化的留恋 那是一种文化向心力的表现 宋志文在灯月王台中 巧妙的使用典故 把自己思归的心情 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他在另一首山水诗 杜汉江中又说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这两句诗 更是流传千古的 华章家句 但宋志文写这首诗的背景 却有点特别 因为 他是偷偷跑回来的 如果我们看宋志文的诗歌 您会发现 其实宋志文 还没有离开京城 或者说在赴广东的途中 他就已经开始想家了 他给我们写了一首诗 渡大鱼领 渡领方慈国 情瑶一望家 浑随南蛀鸟 泪尽北之花 往前走的时候 到广东去的时候 每走一高坡 停下来 站在高坡上往回看 希望能看到自己的故乡 泪尽北之花 没看到 北边那个花枝上的 花朵的时候 还流泪 为啥看到花朵也流泪呀 因为那个花枝朝向的方向 就是自己的故乡 想家 到了广东之后 日子太难过了 既遭受了心灵的煎熬 还遭受了身体的折磨 越想越难受 越想越难受 不行 再回去 那朝廷没有征兆 没让他回来呀 他还在那服刑呢 那也不行 必须回去 找啥急呀 关键的担心 我的家乡的朋友 我的家人 会不会因为我 受到牵连呢 我得回去看看 就这样 就偷偷地跑了回来 到了汉江边上 离家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心情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激动 就给我们写下来了 一首传颂千古的杜汉江 领外音书段 京东富丽春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宋之温在广东龙州待着 刚才我一再说 他不仅仅受的是身体的折磨 同时还有心灵的煎熬 我们今天你想知道个什么信息 上网一查就出来了 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的信息 我们都能查到 真不行了 给家里打个电话 还能视频 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些通讯工具啊 到了广东之后 要想了解京城的事情 那是势必登天 家人什么情况 不知道 朋友什么情况 不知道 越是不知道 越是想知道 越是想知道 越是知道不了 他就进入了一种死循环 看着眼前的美景 想着自己的家乡 哎呀 回去回去回去 他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度日如年 实际上 我们今天客观冷静的来看 宋之温在广东待了多长时间 神龙元年正月 张义之被杀 宋之温被贬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没有飞机啊 你就是骑个马到广东 你得走多长时间呢 你要再步行 好几个月啊 到那儿 第二年神龙二年又逃回来了 往年头上说就两年 实际时间呢 他在那待的就一年时间 那为什么他还觉得时间长呢 您得知道他的身份 他是个被贬之人 是个待罪之身 心理时间与客观时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来就回来吧 历经千辛万苦 这就到了汉江边上 离家乡越近 心情越纠结 心情越复杂 复杂啥呀 离洛阳越来越近 马上到家了 你不应该高兴吗 我为什么回来 我想知道家里的情况 我想知道朋友的情况 可是回来之后 假如我遇到的情况 偏偏不是我想要的 又怎么办呢 很好办 找个人问问 不能问呐 不敢问呐 为啥不能问 待罪之身 你要一问 别人发现你 要从广东逃回来的 抓到官府 再次被贬 再增加几年期限 倒了没了吧 为啥不敢呢 万一我问了 正好是我心中 想那个结果的反面 就像那个打仗 打了几十年的老兵 回到家 你问我家什么情况啊 摇指士君家 松百种雷雷 你们家人死完了 我不白回来了吗 我不问 还能在我心中 留那么一点期望 我不问 还能让我 还能让我那点期望啊 多存留一会儿 所以 宋志文那个纠结呀 想问 不敢问 不敢问 不是不想问 纠结的心情 恐怕只有 宋志文本人 才能够体会 不管如何回来了 来到洛阳 到朝中之后 他先后 没父 太平公主 没父 安乐公主 结果 在此被贬 他又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 山水书写呢 这就是我们下集 要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